我都想清楚了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狂姐 在自己人手上 总比让万人知情强 早知道有这么一天 何必当初一意孤行啊 人的命只有一条 你什么时候做事 才能考虑后果呀 我早考虑清楚了 大不了一死 军人战死为重 说得轻松 你要知道 咱们杜家 只剩下你和我了 你以为你有九条命啊 你知道吗 我为了保你条命 我拖了多少人 花了多少钱 有用吗 大不了一死 我知道 我逃不过此前 只要有一些希望 就永远不能放弃 我一定会想办法 保住你这条命 不过 我必须 要做出点姿态 你先受点委屈吧 为了 你压下去 你先报告 你先报告 你先来 快去 глав景时 你还不得来 我工夫 也要有一个是 有个人 杜师傅 连我也不想见啊 你是谁啊 我 杨志华 杨志华 志华兄弟啊 你胆子不小啊 赶到我这儿来 不怕我把你抓起来 您别跟我开玩笑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真不能抱我 开具玩笑而矣 何必能跟哪 杨志华兄弟 说 找我有什么事啊 这是你们同志会 给您的信 说呢 让您这个 提供给我们八路军 两轮火炮 我这不就来取炮来了吗 是不是有火炮啊 对 有这事吗 对 有啊 是有这么一件事啊 对 对 我想起来了 志华兄弟 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吧 前几天 我们打了一场败仗 泡兵阵地 让小鬼子连锅端了 现在火炮 真是没有了 我给不了你 那杨志华这信上 不是说这 是啊 说是让我们支援你们 可杨志华没说 是什么时候啊 那杨志华 那杨志华 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时候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 情况是这样 我们啊 也得靠上级调波 所以是一个月 还是一年 哎呀 你我是一样的 只能等待 这把兄弟你说了 是不是这样啊 杨志华 反正啊 总指揮这信上说了 药炮给炮要人给人 对吧 您呢 拖是拖不过去的 要不然这样 我先回去 您呢 给总指揮打一电话 问问他什么时候 跟不合适 三天以后 我再来找您 药炮给炮要人给人 这不是信上说了吗 都市长再见啊 赵小兄弟 别着急走了 你先坐 我有话跟你说 坐一下 坐 坐 周华兄弟 你和清明 有段时间没见面了吧 是有段时间没见了 替他干嘛 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清明 现在是我的府下 炮兵团团长 前几天 让了小鬼子 端在那个炮兵阵地 就是他那个团 这 这 这杜清明也有今天啊 这件事啊 尚风很恼火 非要杀了他 要他的命 怎么 杜清明要死了 你就不动于衷啊 杜市长 我跟杜清明 那恩恩怨怨 您不是不知道 我觉得他 他死了 对我来说 不是一件坏事 你 这不是杨志华呀 能这样无情无疑 那得分对谁吧 行了 爸 我打开窗口说两话 我想 让你救他一命 我救他 是啊 我怎么救他呀我 你太难救他了 你刚才不是说 总指挥答应过你 要人给人吗 干脆 你把他要过去 到你那儿 当你们炮兵队的 叫官 暂时赌一赌 过段时间 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好不好 杜清明 吃了败仗 到我们队当教官 把我炮兵队的学员 都给交坏了 那我们不是以后 也得吃败仗吗 这 我们这儿成你们国军的 垃圾厂了是怎么着 不能这么说 只要你能答应 我就给你 四门迫击炮 外加上 两百发炮弹 怎么样 我跟您说实话 这炮和炮弹啊 我非常想到 但是杜清明到了我们那儿 我不能保证他活着 万一我那手下一冲动 给他打死了 那我可拦不住 杜市长 还有一件事啊 我们炮兵队 请了一个教官 这事我做不了他 得是我们旅长拍板 正华兄弟 我是这么想的啊 如果你这次 能救了清明 就算也救了我 我从此以后 欠你一个大人情 从你往后 你可能用我的时候 还多着呢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年你从昆明逃跑的时候 可是清明放了你一把 我这人脑子好 好多事都忘不了 比如 秋白老师是怎么死的 杜市长 炮您留着 人您也留着 杜市长 给我接 杜洛军独立立绿布 他 他 好 报告 新二世市长杜欣史 打来电话 他怎么打电话来了 我去看看 好 喂 独立女 大哥 你不靠近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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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精心点 你还没见过你啊 是是是 大家都小心点 别说咱们你拿着手 喝水 喝水 干嘛呢你了 再吵枯炸了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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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你们要试炮啊 没有 小心啊 同志们 这些炮以后就是咱们的了 都精心点听见没有 好啊 好啊 小人太棒了 这也太好了 这是哪儿来的炮啊 老陈 这怎么回事 老杨 你快看看吧 咱们炮兵队又新炮了 是哪儿来的呀 是新院师杜市长送给咱们的 杜青石可够意思 四门迫击炮 加两百发炮弹 送回去 送回去 好 队长 两百发炮弹啊 对啊 不要白不要啊 就是啊 就是啊 不要啊 王勇 这些炮可是咱们梦寐以求的 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不是 你们是不是没听见啊 送回去 赶紧送回去 我 废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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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这是旅长和杜市长达成的共识 再说了 这杜青明来了有什么不好啊 人家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教官 咱炮兵队不是也需要这种人才吗 我看您啊 是冲着要东西去的吧 是 咱八路军缺绕装备 这你不是不知道 你小子天天嚷着给我要这个呀 要那个呀 这下好了 人家把东西 咱们都拉到门口了 都市长这回给了咱们四门炮 二百发炮弹 郑文 邱北老师怎么死的 您没忘吗 我当然不会忘记 不过 现在是国共合作 应该摒弃前嫌 我不知道什么国共合作 我也不懂 反正他来呀 我就是不同意 这是大事 容不得你同意不同意 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还有 杜青明的安全问题 你也得负责 他要是以后闪失 就拿你识问 听见了没有 我 我听见了